上海新开一家老年食堂 老年人用餐享受补贴 点了三个菜价格划算吗 大家好我是王秋库 那么今天呢我来到了阿拉徐会的 中山南二路风林路路口啊 哦哟 嗲的嘛 这里新开了一家社区食堂 看着人蛮多的嘛 我也进去搞个挪忙 那像这家社区食堂呢 我看网上报道说啊 不仅提供中饭晚饭 也有早餐供应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个用餐环境啊 看上去呢还是蛮干净清爽的啊 有一种卢雅的气质 这家老年食堂还有卖本帮面条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 这个焦头呢感觉也不是很贵啊 你看看上去呢也是蛮清爽的啊 有荤有素随意挑选 我们看这个面条啊 好像是属于那种比较粗的面 旁边是快餐 我们看一下价格啊 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都有 但是种类不是很多啊 也就十个菜 我们看一下二楼也可以上来了 二楼呢更空一点 好朋友们我点的是三个菜啊 有荤有素二十块钱 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呢 然后我的家人们呢 点了雪菜肉丝汤面加卤蛋 而这位朋友呢更是节约哦 就点了一个光面 好朋友们尝一下味道啊 它这个菜量呢不大不小 可以说刚刚好啊 它这个豆腐呢 吃上去蛮有嚼头的 是那种中豆腐啊 然后味道呢就是红烧的味道 没什么辣味 青椒土豆丝 看着也是蛮清爽的啊 吃上去呢蛮有锅气的 咸淡呢也比较适中 稍微偏咸一点 这个葱油鸡啊 我前面已经吃了一块了啊 大概是两个鸡腿啊 一个半鸡腿的样子 葱油味道呢 不是很浓郁啊 偏咸一点 但这个鸡啊 吃上去非常的老啊 不嫩 它这个饭啊 看得出来应该是还可以的啊 嗯 这个饭烧的不错 这个葱油鸡的汤啊 拿来拌一拌饭 这个还是蛮鲜美的啊 吃好饭出来啊 它这里有两间啊 我们看到这一间里面 它是有个面包房的 有这个你看健身房 图书馆 花店 面包房 咖啡店 卖花的啊 就放在室外的 这个也没人管呀 被拿掉一盆都不知道啊 面包房 我们看一看 它这个花店里面还有一块啊 楼上啊 这边有个健身房 这里呢 公共休息区 还有办公的地方 你看这个邻里会对面啊 就是很有名的 新的上海徐会牙房所啊 可以说这里附近啊 除了没吃的 其他啊 都很方便 你看这边呢 还有一些商务楼 那么随着这家老年食堂的 闪亮灯场啊 也能改善这边附近啊 吃饭比较少的这么一个缺点 同时呢 也是方便了不少白领 以及中老年人 好了 那么大家觉得这家新开的社区食堂 老年食堂怎么样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 喜欢秋库的 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在外